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老伴一直辛辛苦苦做点小生意 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在路边卖糖炒栗子 炒瓜子 炒花生 夏天的时候我就去山区里拉来西瓜 在路边卖 有时候晚上卖到深夜时一点多 本来我们打算儿子大学毕业后回县城工作 我们就在县城里给儿子买房子 儿子说在省城上班以后 我们高兴归高兴 可是我们心里有很多担忧 省城的房价可比县城高好几倍 儿子上班不久就有了女朋友 亲家是省城当地的 我见过女孩的照片 看上去长得大鼻子大眼的 个子也很高挑 我和老伴一看就非常满意 当时儿子看好了一套房子 首付六十万 可是我和老伴这些年辛辛苦苦只惨了三十来万 怎么办呢 那天儿子休假回来的时候 他愁眉苦脸地说 和他一起上班的同事都买上了房子 就他没有了 儿子愁得睡不着觉 那天晚上我和老伴商量 如果去借钱的话 我们和兄弟姊妹的关系都很好 肯定会借给我们 但是进了以后 拿什么还给人家呀 我们年龄大了 小打小闹做点生意 也就是勉强维持家用 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挣钱了 想来想去 我和老伴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我们住的房子卖了 我们现在住的这座房子是二层楼房 正建在大道边上 由于我们村县城近一些 在县城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 就来我们村买房子 当作婚房 一个邻居家的房子卖了三十五万 可是房子卖了 我们怎么办呢 老伴说 我们可以暂住在大哥家的一套控制的房子里 我们把房子卖了 给儿子买上了房子 儿子不会不管我们的 以后应该儿子让我们去省城养老呢 当我们把卖房子的消息告诉儿子的时候 他半天没说话 儿子说 爸爸妈妈 对不起你们了 为了给我买房子 你们把房子都得卖了 你们别担心 等我结婚以后 你们就去带孩子 接着在那里养老吧 听了儿子给我们规划的晚年生活 我和老伴很欣慰 儿子还是孝顺我们的 我们就盼着去省城养老了 儿媳妇也表示 既然我们没有房子了 以后当然跟着他们住了 他承诺会给我们养老的 既然有了儿媳妇这句话 我们更放心了 我们东拼西凑 终于给儿子买上了房子 儿子每月还有好几千块钱的房贷 不过儿子说他的工资收入不错 还房贷是没问题的 儿子结婚不久 儿媳妇就给我们生了一个大胖孙子 我和老伴喜得何不拢嘴 儿媳妇在生孩子之前 我们就来到了儿子家里 准备着带孙子了 儿子家是三十亿厅的房子 儿子和儿媳妇住在主卧 我们以为会把次卧让给我们住 可是儿媳妇说 次卧里他安上了一个穿衣服的大镜子 他的衣服基本上在次卧的壁橱里 那是他的衣帽间 不让我们住 我们只好住进了最小的卧室 我们也没有不高兴 在儿子家里 哪能挑剔呢 有个房间给我们住就不错了 平时儿媳妇很少和我们说话 他说普通话 而我们说家乡的老土话 他可能也听不太明白 由于我们没有退休金 也没有别的收入 不能给儿子加钱 虽然我们带孙子出力不小 可是儿媳妇的脸色却不好看了 他经常在家里说同事的婆婆带孙子 不但出力还出钱 每月贴补儿子家好几千块钱呢 我和老伴就大气不敢出 谁也不敢吭声 我们哪有钱啊 平时我和老伴很少上街买东西 饭菜都是儿媳妇买回来的 虽然儿子也给我们三百五百的零花钱 可是我们也不舍得用 毕竟花一分少一分 那天晚上 半夜我起来喝水的时候 我听到儿子的卧室里传出来了争吵声 我仔细一听 就听见儿媳妇在说 你父母在咱们家里白吃白住 你每月还得给零花钱 你让我脸上怎么高兴啊 将来我们还不得给他们养老啊 我们的负担太重了 要是早知道这样的情况 我就不嫁给你了 儿子说 我父母怎么在这里白吃白住了 如果我们雇保姆的话 一个月得几千块钱 你算算这个账吧 不要总觉得我父母没有用处 他们给我们带孩子 给我们做饭 给我们洗衣服做家务 如果他们出去做装点工的话 得挣多少钱 儿子这样一说 儿媳妇才不说话了 儿媳妇说嫁给儿子后悔这件事 我得说两句 儿媳妇没有学历 初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高中 就出来上班了 他嫁给儿子 一是因为儿子长得帅气好看 再就是他觉得儿子是好大学毕业的 有学历 人又聪明人 可是现在他觉得后悔了 就是因为我们拖累了儿子呀 从那以后 我们在儿子家生活得更加小心翼翼了 生怕惹儿媳妇不高兴 就连吃饭的时候 我都不敢多吃菜了 我把儿媳妇爱吃的菜 总是推到她的面前 等她吃过了我们再吃 每晚我们都早早回卧室 我和老伴很少在客厅里看电视 其实我们睡不着 就坐在床上 为了让儿媳妇眼不见心不烦 那次亲家来了 快到了吃饭的时候 我进厨房做饭 儿媳妇却说去饭店吃饭 我一听就赶紧洗手换上衣服 老伴早站在门口等着 可是没想到儿媳妇竟然说 他订的桌不大 我们再去了就坐不开了 让我们自己在家里吃 我一听就愣住了 当时就觉得没脸了 老伴也非常尴尬 站在那里低着头搓着手 就像做错了时的孩子一样 儿媳妇和亲家喜气洋洋地去了饭店 我和老伴在家炒了一个青菜 拌了一盘咸菜 我安慰老伴不要生气 我说咱只是当公公婆婆的 人家儿媳妇好好孝敬亲家是应该的 咱别去和人家攀比 谁让咱生的是儿子呢 孙子一天大起一天了 我和老伴也觉得轻松了不少 有时候我们就出去逛逛 说实话 带孙子这几年我们很少出来逛 主要是手里没有钱 夏天为了省电费 我们就带孙子去商场里乘凉 孙子就往玩具去跑 他抱起玩具就不放下了 可是我们哪有钱买啊 孩子连裤带闹 我们再也不去商场了 我和老伴还划算着 要不就去买上个电视机吧 我们都喜欢看电视 可是去客厅里看电视也不方便 没想到儿媳妇竟然不让我们买 他说你们本来就没有钱 还花那个钱干嘛呀 你们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手机 手机上什么都有 我们哭笑不得 手机能和电视一样吗 再说我们年纪大了 老眼昏花 手机上的字也看不清 手机上的画面我也不喜欢看 以前在家的时候 我和老伴没有事就看电视 可是儿媳妇不让我们买 也就算了吧 儿子从小就喜欢读书 他订了一份报纸 老伴在村里当过村干部 他有一些文化 有时候老伴在家里实在没有事了 就戴上老花镜 看看报纸 要不就嫌得无聊 小孙子已有模有样地和老伴一起坐在那里 看他的绘画书 我还开玩笑说 你们这一老一少都爱学习啊 没想到老伴这点爱好 竟然惹恼了儿媳妇 他说 你是几个字呀 竟然在这里卖弄 看什么报纸 就像有什么大学问一样 而媳妇的话让老伴坐不住了 他把报纸一放 转身就回了卧室 老伴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 而媳妇这样没皮没脸地说他 他肯定受不了 我过去安慰老伴 让他将就这点吧 也许儿媳妇有口无心说的 可是没想到 从那以后儿媳妇经常有事没事地找茬 和我们吵架 那天我拿毛巾给孙子擦了一下手 没想到儿媳妇竟然发火了 嫌我不讲卫生 说那是我的毛巾 我辩解说透一天 我刚刚用开水把毛巾烫过了 就给孙子擦手还不行吗 而媳妇把我数落了半天 才不了了之 我炒菜的时候放的盐不多不少 可是我儿媳妇不是说闲了就是说淡了 说我故意和他为难 我们在这里寄人理下 敢为难儿媳妇吗 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特别憋屈 儿子被单位外派学习两年 很少在家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我们还想如果孙子上了幼儿园 也许儿媳妇心情就好了 没想到当孙子上了幼儿园之后 儿媳妇对我们的态度更差了 那天我们把孙子接回来以后 老伴在那里帮着孙子洗澡 儿媳妇说 你们在这里也住了七年了 孩子马上都要上小学了 家里也没有多少活了 你们在这里也嫌得难受 你们最近回老家吧 有事的时候我们会回去看你们的 我大吃一惊 儿媳妇竟然下了逐客令 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呀 我可怜巴巴地对儿媳妇说 儿媳妇呀 我们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 给你们天上钱买了房子 我们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你现在让我们回去 我们住哪里啊 当初你们可是说过给我们养老的 儿媳妇说 当初我们的确说过给你们养老 但是你没发现吗 咱们住在一起 你们不方便 我更觉得不方便 你们回乡下吧 听到这里 我知道儿媳妇已经收回给我们养老的承诺 下定决心把我们赶走了 孙子大了 他们就想过清静的日子了 怪不得不让我买电视 想到这里我热泪长流 老爸和孙子从卫生间出来以后 孙子竟然嫌老伴给他洗得不干净 说手上还有沐浴露的味 孙子说 爷爷奶奶 你走吧 别在我家住了 你没看到我妈天天不高兴吗 我妈说过你们走了 好让我姥姥姥爷来这里 我姥姥姥爷有退休金 可以领着我去商店里买好吃的 给我买玩具 你们在这里什么也不给我买 小孩嘴里吐实话 看来这些话儿媳妇经常给孩子管输 说我们没有退休金 在这里也是多余的 可是仔细想想 要是我们回乡下的话 哪有地方住呀 我们就打算继续赖在这里吧 说赖不好听 其实就是那么回事了 因为儿媳妇已经要赶我们走了 那几天我和老爸安生叹气 非常后悔当初干嘛把房子卖了呀 孙子中午在幼儿园里吃饭 儿媳妇以前中午还回来吃饭 自从他下了逐客令之后 中午也不回来了 我和老伴只好对付着吃点 啃个馒头就行了 每次儿子给我们打电话 问我们过得怎么样 我们还得抢颜欢笑 让他不要牵挂 说家里一切都好 再后来 儿媳妇带着孙子直接住进了娘家 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那意思就是只要我们不走 他们就不回来了 我一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再继续留在这里 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天我和老伴把自己的东西稍微收拾了一下 其实在儿子家住了七年 我们就是这几件衣服的家当 都装进了一个包袱里 我把儿子家的钥匙留下了 背着这个包袱走到了大街上 我一阵心酸 老伴说回在那里吧 回去再想办法 我的眼泪刷刷而下 我们把房子卖了 给儿子买上房子 就把儿子家当成自己的家了 孙子大了 家也没了 我和老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没有一席之地 我们没有好意思直接回村 因为邻居们都知道我们去省城养老了 现在我们却回来了 丢不起人啊 我们在县城里找了一家一碗几十块钱的小旅馆 先住着 我和老伴开始到处去打工 我在一家饭店里给人家洗盘子 洗碗 老伴在一个工厂里干保安 住小旅馆虽然不贵 但不是办法呀 每月也得白白花出去几百块钱 够我们的生活费了 两年后我们存钱在村里买了两间房子 我和老伴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窝 心里才踏实了 儿子回去以后知道了一切 他什么都没有说 每月默默地给我们 转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儿子告诉我们 如果生病住院就和他说 他单独给钱 有了这些钱 我们也不慌了 我和老伴身体还不错 每月我们喝起来 还能挣五六千块钱 朋友们 以前我们听别人说老年人要自己的老窝和老本 我还没觉得太当回事 现在有了深刻的体会 当我们从儿子家出来以后 那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真的是凉透了心啊 看来老窝和老本对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大家一定要把老窝和老本窝在手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继续